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官 就连帝王将相也不例外 有些皇帝喜欢美人 甚至比爱江山更甚 例如清朝入关后的 第一任皇帝顺治帝 就因为爱妃懂恶妃的去世 而痛不欲生 最终欲悦而终 除了顺治之外 古代迷恋美人的皇帝 还有很多 例如为了让杨贵妃吃上荔枝 劳民伤财的李荣基 还有迷恋环妃艳寿中 另一女主赵飞燕的汉成帝 据说赵飞燕虽美 但是在生理上却有一种缺陷 而汉成帝不仅没有嫌弃 更十分迷恋 不惜为了赵飞燕荒废朝政 一 骨感美人赵飞燕 赵飞燕的一生 可以说是古代女子逆袭的典范 她不仅从一个底层的宫女 一路逆袭成了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 更登顶天下女子能够到达的最高权力巅峰 做到了太后 尽管后半生看起来享尽富贵 但是赵飞燕的前半生 却过得可以说是十分奇才 赵飞燕刚刚出生 就被父母抛弃 虽然后来又被重新抱回了家 但是却没有得到父母怜爱与滕西 没有几年就又被卖到杨娥公主家做歌舞纪 在古代歌舞纪的地位可以说是十分低下的 即使是公主家的也是一样 歌舞纪在这些豪门贵族眼中 甚至连一个奴隶都不如 他们被当作可以随意买卖赠送的玩乐工具 如果来拜访的朋友喜欢 随便一句话 也就可以送给朋友 或者这批歌舞纪看你了 也可以卖出去重新换一批 所以做歌舞纪的赵飞燕还是生活的毫无尊严的 只能随意被人摆布 赵飞燕因为长相过人 身材较小 因此十分适合练舞 而他也凭着自己高超的舞纪 成功吸引到了汉成帝流望 汉成帝从小就是一个色胚子 还没登基时就沉溺于酒色之中 看到美丽非凡的赵飞燕就更脱不开眼了 立马就跟杨阿公主要了赵飞燕带回了宫 要知道赵飞燕可是和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 并列环飞燕兽 她的长相可不是宫里面其他的后宫家里可以媲美的 有专家曾经用电脑修复了赵飞燕的画像 带眉珠唇 黑眸龙鼻 好玩双雪 先手柔矣 不要说在古代 赵飞燕的长相就是拿到现代也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自从有赵飞燕 汉成帝其他的嫔妃几乎都失宠了 汉成帝更是因为赵飞燕荒废了朝政 后来更为了赵飞燕废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许皇后 按理说许皇后不仅出身名门 极具才华 更长得十分漂亮 曾经也是被汉成帝专宠了十来年 为什么赵飞燕一入宫他就失宠了呢 赵飞燕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二 掌上武 帝王宠 我们都知道唐朝以胖为美 但是汉朝却是以寿为美 赵飞燕因为小时候生活困苦 因此发育的并不好 即使在以寿为美的汉朝女子中 都显得十分较小 即使入宫后汉成帝对他百般恩宠 也没将赵飞燕没有发育完全的骨骼 这个缺陷养好 他鲜鲜细腰几乎可以一掌可握 但这正好满足了汉成帝的喜好 也成了赵飞燕得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飞燕能得到汉成帝的宠爱 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他的心机也非同一般 汉成帝的许皇后被废除 就有他的手笔在里面 而许皇后被废之后 他也成了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 赵飞燕是以歌舞得到汉成帝的青睐 因此即使被封为皇后之后 为了顾宠 赵飞燕也时常在汉成帝面前翩翩起舞 有一次 赵飞燕与汉成帝在太野池中泛舟赏景时 突然刮了一阵飓风 正在跳舞的赵飞燕差点被吹倒 幸得汉成帝身边的侍郎冯吾芳一把抓住 才没掉入水中 但赵飞燕非但没有下道 还将双脚立在冯吾芳手中继续跳舞 看到自己的爱好竟然在其他人手中起舞 汉成帝非但没有吃醋 竟然还十分惊喜 更命人专门造了水晶盘 方便赵飞燕跳舞 赵飞燕的掌上舞给汉成帝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 这也让汉成帝对赵飞燕更加的迷恋 赵飞燕也因掌上舞文明天下 唐代甚至有人为此坐视记录 赵家飞燕是昭阳 掌中舞霸销声剧 但是也许因为赵飞燕发育不完全的生理缺陷 赵飞燕虽然得到了汉成帝的专宠 但是却一直没有怀孕生子 也有种说法 赵飞燕之所以一直没有怀孕是因为她为了故宠 长期使用香肌碗导致的 三 接妹妹进宫 却犯下大错 无论赵飞燕不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赵飞燕都甚至以自己的出身 还没有儿子傍身 如果失去了汉成帝的宠爱 那么下场会十分悲惨 因此为了把汉成帝的心绑在自己身上 她把自己的妹妹赵和德推荐给了汉成帝 但赵飞燕没有想到的是 妹妹赵和德的入宫非但没有帮她故宠 还分走了原属于自己的宠爱 都说虎毒不食子 但是为了取悦赵和德 汉成帝甚至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 为了一个女人 连亲儿子都能杀 可见汉成帝的昏庸 汉成帝更是夜夜宿在赵和德寝殿 最后竟然猝死了 汉成帝死了 还死得这么不光彩 赵和德深知自己逃不过一死 因此自尽而亡 丈夫汉成帝死了 争宠的妹妹赵和德也死了 赵飞燕却没有过多的悲伤 因为她虽然不是皇后了 但是却成了太后 只不过好景不长 赵飞燕仅当了几年的太后 她的羊子 汉埃帝留心就假崩了 汉埃帝死了 没人护着的赵飞燕 不仅被废除了太后之位 更被贬为庶人派去看守皇陵 赵飞燕也走向了 跟自己妹妹一样的道路 自杀身亡了 自古美人多拨命 赵飞燕一生其实并不长 她受过苦 得过宠 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也没有真的做了什么 祸国殃民的事情 她一生做得最过分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陷害许皇后 导致了许皇后的最终死亡 她虽然凭借自己的武姿 和不同于其他女子的身姿 获得了汉成帝的宠爱 但是这个宠爱并不牢固 汉成帝并不是一位明君 她沉迷女色 荒废朝政 即使没有赵飞燕的出现 她最终的结局 也许也不会改变 但人们却往往会把罪名 扣在女子身上 因此赵飞燕 也就因此被扣了一顶 红颜祸水的帽子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